Hello 我是Fanny 在多倫多除了Downtown和North York 那麼方便可以到處去逛街吃東西 坐Subway 巴士 好像是香港的生活之外 其實在北面一點 會不會還有其他地方擁有相同三線匯聚 坐巴士吃東西逛街都是這麼棒的地方 今天我帶大家來看看 這個地方是你會很喜歡的 大家來看看 我們身後看到有多漂亮的 這是Voen Metropolitan Centre的Bus Terminal 其實這是一個HUB 你去東南西北的巴士站 你也可以去到的 為甚麼呢 因為YRT你可以去到York Region Sum你可以去到Brampton 甚至乎坐TTC直落Union Station 在這一個HUB都可以去到的 在2006年其實政府已經有這個準備 它想將整個地區打造另一個單坦 其實整個VMC總共是有100個土地開發的 其實它打擊了2031年 它會有3萬2個住宅單位落成的 不如說說附近有甚麼 其實在南邊是會有大家喜歡的IKEA 買傢俬 5分鐘去到Highway 7 就可以有看電影 Cineplex 有Costco 有所有的東西 其實開車5分鐘 但如果走路過去都可以 大概20分鐘已經到的了 所以這個將會在未來20年的發展會很大 連我覺得 怎樣都可以在這裏投資多一個單位 為甚麼呢 因為你可以看到 我相信潛力無限 以及未來都會有很多新的項目會建成 但今天很棒 為甚麼呢 因為我們帶大家看 Transit City 第一期 最早期一個單位 所以早期只是一兩年幾年 你會看到很漂亮 而它亦是最近Bus Station 或者TTC Station 所以我們一會兒會帶大家看 最美三房的單位 身後這一座 這麼帥氣 這麼正常的建築物 金色這個 其實是YMCA YMCA 大家都知道 有游泳池 健身中心 裡面有文宇 可以休息 以及寨廠 所以這麼近 就有一個挺好的 好像社會中心的地方 可能休閒也行 上到你這層 你看酒廊多漂亮 跟我過來吧 大家看看 1802 跟我進來看看 這間大單位 三房兩次 900多近1000呎的單位 很漂亮的Cornalock 第一間房 跟我進來看看 你可以看到 很陽光 因為它的玻璃是由頂到底 還有這些新的設計 你看到是很現代的 你看到 第一間房間 它就會有兩個 堂門衣櫃 是大堂門 你可以看到 這間樓底 你如果將這個 窗戶變成兩層 很好用 看出去是東邊 你看到紅色的 矮的就是Street Mall 很好 你看到全部都是商店 你吃東西 買東西 你走過對面就是了 所以這邊是北邊景觀 好 看回來這邊 你簡直是看到 巴士總站 還有TTC 其實這一座 是會最接近 所有的 Transportation 對面的一座大廈 就算在你前面 有一個大廈 因為跟你的距離很遠 你可以看到 但是不阻擋陽光 你看到入門頭的走廊位 很闊 我當然不是很窄的走廊位 你會看到這個很舒適 你進到第一間房間之後 就會有一個衣櫃 還有一個洗衣機 乾衣機 很大 因為它的樓底高 有一個MIRROR的closet 好了 再進來了 大幻回 OK 不錯 因為其實這樣是很舒服的 一個廳 你先看到有廚房 這個廚房就是 Modern的設計 你看到它是另臉的 它是另臉的櫃 OK 你看到了 這個是一個正方形的星盤 Stainless Steel的星盤 它的Faucet也很漂亮 還有一個Smooth Top的Cook Top 還有抽油煙機 比較Slim line 當然它這一隻比較細一點 比如這個Oven 還有最後這個雪櫃 它是比較簽考一點點的 OK 但也是適合於現在這種生活風格 你看到這邊 因為它是一個三房設計 還有這個露台是很大的 你可以從這裡 待會我帶大家看 是去到很遠的 整個Balcony都是屬於這個單位的 你看到它已經設定了電視機位給你 我發現 跟香港人買樓 很多人問我有沒有牆 可以放電視機 這個就直接設定給你看到有電視機 你可以放一張Sofar OK 再過來這邊 我們先看第一個洗手間 這個洗手間 很大 你看到嗎 很闊 是一個Shower 這是一個Custom Made Shower 裡面的Tiles都是比較新穎一點 你看到這個Post-In Tiles 再看一看這邊 第二間房 剛才我說的 那個Living Room的Balcony 是延伸到過來第二間房 去到一會是Master Bedroom 你看到很光 這裡有一隻窗 感覺很好 因為它很開陽 暫時來說 前面這個也是北邊景觀 看看衣櫃 這個衣櫃也是兩趟門的衣櫃 我們去主人套房看看 主人套房 就真的三邊落床 今天擺一個 這個是一張Queen Size Bag 你看到 進來主人套房 一樣是陽光普照 還有它有個Slide Door 就是你可以出去盛量 在露台上 這裡擺了Queen Size Bag 你看到地板 都是漂亮的 Engineering Hardware 是7吋的 一樣有一個Slide Door 擺一下 什麼是主人套房 當然是有套廁 大家進來看看套廁 主人套房就給你一個浴缸 浴缸你可以在這裡浸浴 有一個挺好的洗手間 座廁和Vanity 你可以看到MIRROR也挺大 看完Master Bedroom 不如我們出去露台看看 感受一下這個露台的Feel 好 好 要用力的這套門 OK 好 我們出來看看 哇 好舒服啊 這個單位最厲害的地方是270度 景觀大幻回 立對那邊的 暫時的景色是不變的 應該有一段時間都不會變的 那邊就是東面 變成你在這個這麼漂亮的露台 可能性都極高 你可以擺一個Pateau Set 叫朋友過來喝酒 一辣地擺過去吃早餐 朋友可能過來擺幾張巴椅 喝杯酒 聊聊天 真是一個挺好的地方 今天總結一下這間座廁的資料 因為我自己很喜歡 這是TC1 Transit City第一期 在這個這麼漂亮的HUB 一個新的Downtown York Region的新Downtown Smart City的一個位置 我們是很開心可以介紹給大家的 因為一個三房兩設 近1,700的單位 連parking有locker 那為什麼這個單位這麼值錢呢 我覺得 因為這個單位現在我們的朝向 這個是東北面的朝向 已經沒有東西再起 是permanence view 所以你可以享受 在外面的景觀 不會再變 反而在西面 我們看不到的方向 全新開發 將會在那裡起 當然如果我想要一些新開發 將來就是向著那邊看 但是如果這邊你可以看到 所以為什麼這一座大廈 這個方向是最漂亮 因為將不會有東西起 好了 也因為這一座是Trancy City的第一座 所以它所有最漂亮的交通工具 例如它的巴士線和TTC 也都最近這一座大廈 所以無論你是開車 因為有parking 你要坐車 也都最近 也不是將來的一些大廈 可能要走一段時間回來 所以這個單位是值錢的地方 所以如果大家對這個單位有興趣的話 一定要盡快找我們 喜歡我們的影片的朋友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like share 和comment 下次見 在 我們 我們 有 我們 有